對 你知道賭盤嗎 嗯 賭盤現在是PK盤 PK盤 多少近嗎 是韓國瑜落後 PK盤 PK盤就是很近啊 你沒聽錯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張善政上廣播 居然大聊地下賭盤 引發爭議 院長 針對早上的這個賭盤 說你需要回憶一下嗎 院長 對這賭盤說 你需要回憶一下嗎 不需要 重看一次畫面 張善政一下車 原本笑容滿面 被問到要不要回憶賭盤說 靜默不語往前走 記者二度追問 他回頭怒瞪 斥責不需要 腦羞成怒不願說清楚 讓各陣營問好滿點 難道身為副總統候選人 大方宣揚非法賭局 是正確的嗎 那邊是誰 在 Newton 原本身為甚麼 各陣營 操作 公尺 過去兩個禮拜在討論卡神案 在討論種種種的外交部的事情 我們看到民進黨突然發現 糟糕了 這個真的有被影響到 我們的選情了 怎麼辦 趕快再丟一個共諜出來 還記不記得三個禮拜前 我們在討論什麼 我們在討論王立強 民進黨沒那麼厲害 可以丟共諜出來 所以我就提出我的可能性 因為剛剛我們所的 我們剛剛就講的 所有的可能性 都成立的話 如果臺灣的人到中國大陸 去交流 去工作 我們是不是也有可能 因為他也被滲透 那我這邊要先檢舉一個 3Q陳柏惟 他也去大陸拍過電影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邏輯 陳柏惟自己都一直強調說 他自己曾經到中國去拍電影 所以我就說 我們現在要把交流跟統戰 扯在一起 對 交流跟統戰 不能扯在一起 我們要去看的東西 這個東西到底是交流 還是統戰 我們今天的問題邏輯是說 那請問國民黨的朋友 那如果是統戰 你們覺得該怎麼辦 該抓就抓 該罰就罰 那為什麼自己要擋國安武法 我才問嘛 國安武軍統人來討論 因為馬總統在反射頭法的 公經會之中告訴大家 現在已經有國安武法了 我們現在也有反併吞法推出來 等一下嘛 不一樣的內容 上次你還好意思 跟我講反併吞法 來我再問你一次 中華民國敵人是誰 中華民國的敵人 不管是老共 還美國或日本 都有可能是我們的敵人 哪個國家的飛彈 沒有準台灣嘛 如果要用這樣的體育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哪個國家在台灣發展 滲透主持要消滅中華民國 你告訴我嘛 國民黨就是被滲透到倒掉 跑到台灣來的 你現在還在 我們被滲透到倒掉 還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過去七十年的經營 到底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拘持要修反滲透法也好 反併吞法也好 要是把國安武法修好也好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認為 這個現在丟出來一個 這麼小的案子 只是為了轉移選戰的焦點 所以今天 剛剛我們有挑逗到一個 五千個人叫做小嗎 25萬就交保的案子算大嗎 你不能用交保金 你不要用交保金來做 所以我做25萬交保 這一回是辦真的嗎 來加入我們討論 有陳廷菲 資深媒體王瑞德 國會觀察基階的導師楊立民老師 兩岸政策協會的研究員 張宇舍老師 包括了國民黨青年的總團長 來到我們現場 以及蔡慕林 蔡慕林這一次是在 新北的永和跟中和 她面對尋求應該是五連霸的 林德福 政治評論家 她是汪傑銘 已經會是一個非常關鍵 到底誰在黨 到底誰去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我們的敵對國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的法官有多少人是縱放根本針對這個共典案輕輕放過 那現在還有多少的司法體系 包括在立法體系甚至行政部門裡頭 有多少人心向中國 這裡頭恐怕不是一個中國滲透到台灣統戰到台灣 很單純的國安的漏洞問題 我們的公務體系官僚體系有多少是心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不過在進入倒數30天的時候 昨天韓國瑜說話了 We care高雄 12月21號登場霸函大遊行 韓粉為了與之抗衡 東安會有一句話叫做蘇人不蘇丁 因為韓粉也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請了在同一天辦理挺韓遊行 所以韓國瑜昨天說話了 他說要以歡樂為遊行的訴求 但是呼籲同一天霸函大遊行主辦單位千萬千千萬萬 不要用遊覽車用雙主菜便當帶外見市人來高雄罷免高雄市長 來說的合理嗎 你阻擋得了高雄以外的民眾湧進高雄支持罷免韓國瑜嗎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這次的挺韓我們整個籌辦的單位 以及我們所有的幕僚群都熱情的歡迎海內外好朋友來高雄 但是請記住帶著歡樂來 同時也要呼籲所有霸函的這些團體 霸函千千萬萬不要用遊覽車 帶外縣市的人來高雄 千千萬萬不要發雙主菜的便當 給外縣市來高雄罷免高雄市長 外縣市的人用遊覽車拉來高雄罷免高雄市長 本身來的人戶籍不在高雄 戶籍不在高雄 因為政治動員 把這些人用遊覽車拉來高雄 是嚴重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 在這裡我要嚴重的呼籲 要強烈的呼籲罷韓團體 請你們張大眼睛搞清楚 你們今天罷免高雄市長 你不要從外縣市調動人來 搞成政治動員 韓國瑜這一年的市長 對高雄市 以及整個市府團隊的付出 我們是非常非常的認真的 非常的認真的 我們做得非常的用心 所以這些從今年二月份過年開始 就在自己罷免 我當任高雄市市長才兩個月 過半年就開始罷免我 擺明的就是 輸掉高雄市長選舉的民進黨 根本就是不甘心 把韓國瑜的當選 看成眼中釘肉中刺 但是分分秒秒都在醜化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在抹黑韓國瑜 今天12月21號竟然罷免 你不要從外縣市調動人來 我希望所有高雄市民 也要睜大眼睛來看 絕對不容許外縣市的人 戶籍不在高雄 來高雄參與 罷免高雄市市長 這樣子的一個遊行 這是語法不合 四十年前的美地島事件 當時呢 這些人被構陷為報名 進行大搜捕 而且是軍閥審判 因為當時是戒嚴的事情 憲法被凍結 所以我們知道 在台灣好不容易走到 今天的民主政治 既然有一個人說 外縣市來這邊辦遊行 是不合法的 這不是在搞戒嚴這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因為韓國瑜就是對不起 高雄的那個人 所以我這邊還是呼籲大家 一二二一勇敢站出來 而且警方已經會保障我們的安全 請大家能夠去 不要像這種大聲 囂張的聲音屈服 寒流從高雄而起 我們就讓它在高雄結束 來我請教瑞德大哥 韓國瑜 為什麼這個時候站出來做這個呼籲 他怎麼去阻止高雄之外的人 去進入高雄 去挺霸函行動 草包不住火 割草靠你我 很簡單 那麼如果韓國瑜 應該要有9月8號 三重水洋公園那一場台上的氣勢 他不是說了TNND嗎 放馬過來 蛋理不就好了嗎 一二二一不就好了嗎 人家要罷免你 你應該勇敢的說 沒有關係 你們在南高雄 我在北高雄 等你 我不怕你 不就好了嗎 我的韓粉也很多 幾十萬 你知道嗎 世界上有這種事情 世界上有這種事情是 兩邊要火拼 然後呢 公開開個記者會說 兩邊要火拼對吧 然後呢 你不能讓人 同樣可以讓人 韓國瑜不就這樣嗎 生是拔壞狗 什麼意思 拔壞狗就是民調嘛 他就打麻將 麻將 我一直輸 一直輸 一直輸 你們已經搞老千 然後站起來突然間 呼呼呼呼呼 沒三個兵敗 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這樣子嗎 民調蓋瓦 這不是韓國瑜嗎 韓國瑜一向的作風 不就這樣嗎 令人瞠目結舌啊 他昨天那場記者會 不可思議啊 請問韓國瑜 韓國瑜市長 跟要代表中國國民黨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這一位仁兄啊 請問你 與法不合是哪一條法 六法全書 所有拿出來翻 如果加上現在已經沒有了臨時條款那些動員刊斷時全部翻 哪一條法規定 富極不在高雄的人不可以到高雄參加WeCare罷含行動 哪一條啊 與法不合是哪一個法 是與 韓國瑜的與 韓國瑜認為不可以嗎 是這樣嗎 你最大 韓國瑜不是說在高雄經濟100分 政治0分 所以不要有政治遊行活動 所以你叫人家不要去 然後你自己的挺韓大遊行 大家都來啊 全國都來捧場啊 叫人家民進黨不要寄個動員這個遊覽車 結果現在網路上到處都是你們的人 到處都是韓粉在找遊覽車 從台北 桃園 台東到處都是遊覽車 大家都在講幾百塊 三百塊 六百塊 八百塊 然後呢 諷刺民進黨說不要放一個便當兩樣菜 結果呢 你們鳳梨 你們自己這些主辦單位 不少是誰發起的這些韓粉 鋼鐵桿韓 所以呢 吃兩餐 你在諷刺別人的過程當中 你不覺得深深打中自己 不過沒關係 因為韓國瑜一向不在乎 因為他只檢討別人從來沒有反省自己 所以都在講別人 世界人有關的事情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那麼人民有集會結社跟遷襲自由 遷襲的自由 請問一下 韓國瑜難道要知道高雄市的 這個政府警察局 到高鐵左營站 到台鐵高雄火車站 全部一個一個仿效 你曾經進去過的 香港的相關的一國兩制的中聯辦 還有北京火車站那些東西 全部一個人過例 你是不是高雄人富士部在這裡 你不可以賣 那天啊 夭壽 如果是韓粉的話怎麼辦 穿紅衣服就可以進來了 因為自己人 自己人 所以連基本的憲法常識都沒有 竟然要代表百年大黨 台灣第一在野黨執政過幾十年的 中國國民黨川總統 真的是怕死人 你不要忘記 所謂的這個阿語包容 是包容不同的聲音 今天我們的民主不是只有投票 不是只有投票 投出選出領當高雄市市長 民主還有罷免 韓國瑜應該也不會訝異了 二十五年以前的在議會對 韓國瑜他被罷免過 隆中四十四萬三千過月人 在台北線的投票 當時因為罷免門檻太高 二分之一才會過 所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要他下台 當時的原因是因為他要蓋河市 現在他也堅持要蓋河市 所以韓國瑜絕對不會訝異 因為這次只要五十七萬人以上出來 高雄市民出來投票 贊成罷免的人多過不贊成的韓國瑜 高雄市這個等於說市長就GG了 不過韓國瑜很奇怪 你那麼在乎人家罷免你幹什麼 你應該有道德勇氣 今天年有史以來第一位 那麼在當副總統人選 還成立競選辦公室的張善臻先生 都說賭盤是在封牌前 在蓋牌前都已經PK牌了 真是厲害啊 副總統候選人第一次介入賭盤 你知道嗎 公開跟人家講蓋牌前 就已經PK了嘛 對不對 事實上這次的整個韓國瑜的打法 令人瞠目解釋 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如果你是一個有民主概念的人 那麼你就應該知道 你不應該選擇在這一天在高雄 辦這樣的一個大型造術活動 因為很簡單 早在半年前那麼WeCare相關的活動 就是在今天要辦這個所謂的 跟歌草行動聯盟了 跟台灣基金他們要辦這個遊行活動 去年辦這一場的時候 WeCare辦的 人家也是嘉年華會 對不對 然後現在你的一些偏激韓粉 都已經在網路上面嗆瞎了 韓國瑜最會說什麼 阿語包容 所以衝突怕該送 不要跟人家衝突 要開心 但如果被打的話 要錄影 要收證 要幹什麼 那你知不知道你的支持者 這些偏激韓粉 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要告他們 我的相關的這一些 等於說好朋友們 都是用化身滲透進去 你們的這個團體裡面 你們在傳什麼東西 你們在說 如果有人怎樣 我就怎樣 各位不要害怕 他們在散播一二二一 因為各位不要害怕 因為很簡單 韓國瑜市長說 這是一個嘉年華會 他們在北高雄他們很好認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穿紅衣服 然後可是參加WeCare的 活動的人 都是一般人 都穿一般的服裝 相隔有3.8公里 問題是會在捷運站跟高鐵站相遇 一定會 一定會相遇 我們當然呼籲大家不要衝突 千萬不要衝突 保持民主風度 我們當然這樣的呼籲 那麼警方聽說 也就賀槍時代一個車廂 高鐵車廂 一列車有兩個等於說 警察去保護了 不過我們要鄭重告誣韓國瑜 為什麼 如果萬一起了衝突 第一個要負責任就是你 因為你身為一個自稱不落跑 但是高雄市民找不到你 10月16號就不見了 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還有唯一請半天假消假 可以領半天薪水的那一天 是美國在台會主席莫劍要來找你了 結果你跟他講說我不去了 那一天你消假 其他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才會重返高雄 那麼你明知道身為高雄市長 你明知道在那一天會在高雄辦一個十幾萬人的大型遊行活動 你的團隊卻堅持在那一天也要在高雄辦 雖然你在北高雄他們在南高雄 但是因為大眾運輸系統一定會遇到 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 韓國瑜要負全責 因為你明知了固犯 你還有什麼臉去叫全國各界不要去啊 為什麼 兩年前你還不是戶籍在高雄林園呢 說什麼高雄從來沒有出過總統 所以要選一個高雄出來的總統 輪不到你了 兩年前你是誰啊 你是新北中和受德新春的人啊 你從來都不是高雄人 你是個冒牌貨 你只不過是為了選舉 所以到了把戶籍簽到高雄 你什麼時候是高雄人 你什麼時候是高雄選出來以後可能選出來的總統啊 你有第二個跟第三個要負責的人就更嚴重了 為什麼要給我下台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高雄市警察局長李永葵 高雄市代理市長副市長葉光石 又很簡單 你明知道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而你們一一孤行讓他過 那你們就要做到安全的維護 發生事情金牌是沒什麼要說 政治責任就是這樣子 你們就下台 我們沒有人希望在美利島事件 發生40年以後 40年前的和平示威活動啊 因為一些所謂的滲透人士進到裡面去呢 用棍棒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打相關的一個陷阱啊 有些人差一點還被騙判死刑啊 罷盤行動幹什麼呢 你在乎人家什麼民進黨要罷免你 說人家這個等於說 你當不到兩三個月人家就開始罷免你 不好意思 今年7月罷免活動連署開始 短短幾天的時間之內3萬份達標 然後再過了十幾天以後13萬份達標 9月的時候20萬份達標 那麼快12月 10月多快11月的時候30萬份達標 現在33萬多份才往上衝 那麼事實上韓國瑜說的沒有錯 這些根本就不能直接拿去 當做這個所謂的罷免你的依據 對啊 但是你知道 接到電話說民調支持你 他未必真的會去投票給你 但是願意去寫這個罷免書的人 他一定會去罷免你 所以如果你對自己的選情有希望 有信心你完全不用在乎他們 為什麼 因為你就算東孫中華民國總統啊 你本來就跟高雄市長再見了嘛 對不對 你就高高興興去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對 東孫中統啊就不用聽 你連行政院長都選好了嘛 那如果你落選了以後呢 你自己說我沒有鬧跑啊 我只是請假 所以我就回去當你的高雄市長 那你就接受民主政事的洗禮 我跟你講57萬份 絕對一下就跨過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除了罷免你的人之外 你的韓粉 你的鋼鐵韓粉 有個學者講900多萬的鋼鐵韓粉 這前兩個禮拜還在喊說沒錢對不對 900多萬的鋼鐵韓粉 一個人捐100 他就9億啦 你知道嗎 900多萬的鋼鐵韓粉 負責你 你怕什麼 他們在高雄一定會出來投票 輕輕鬆鬆贊成的反對的 就會過了57萬 你就勇敢的粉身碎骨的 over your dead body 讓這些民主的洗禮 在高雄再來一次 900萬的鋼鐵韓粉 所以一個人捐10塊錢 就9億了 因為很多人都說 韓國瑜會大贏蔡英文 至少有90萬票 所以是這樣子嗎 來 我請教 這同樣是高雄人的汪傑銘 剛才日大哥說很奇怪 也罷免也是12月25日才開始 你其實不用煩惱 還不開始 甚至說你如果當總總統 你到台北做總統 你管他幹嘛 而且我覺得蠻奇怪的 你為什麼要在同一天呢 高中市警察局也認為不用 這同一天的概念 當然就是要想反制 韓國瑜的個性不就這樣子嗎 反制要不然就是撒謊 要不然就是轉移話題 他剛才講2月份 什麼時候是2月份 是他講Yes I do 在今年4月份 我跟妳講Yes I do的時候 這個所謂We care 公民團體在6月才發動 哪裡是2月 所以紫光那個時間 就是一個假的指控了 我們記得那時候6月 本來是預期到今年12月 才會拿到30萬份 就提前兩個月達標 10月份就拿到這30萬份 因為那3月份才發動了 所謂的公民來這個 就是我們說公民捐款 才有12月21號的大遊行活動 這一連串動作 是由We care 還有公民歌草運動 以及台灣經濟黨 一起來執作的一個動作 這根本不是今年2月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黃國瑜難道忘記這件事情嗎 為什麼你後來突然間 罷免的又進入一個高峰期 我提醒你 你還記得7月19號 當時高雄發生一個大水患 那時候你到水患的時候 你說那個是小水災 水退得很快 造成有一位中心系的里長 叫做沈志玲 他說他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家就是整個林 都淹在水裡面 水已經到膝蓋以上 結果你韓國瑜市長 竟然當作是一件小事 而且那天他還不在市長 他還跑去外縣市造市 記不記得 所以這位沈志玲里長 當然就說出心裡的話說 我們水災很嚴重 市長你怎麼還可以去造市呢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韓粉群企攻擊沈志玲 肉收沈志玲 把沈志玲批判到 這麼悲慘的一個狀況之後 你知道那是市長說什麼 市長說沒有水退得很快 你這個里長根本就要抹黑我 你這個里長根本就是要造謠我 這件事突然之間 又引起了另外一波 在7月底8月初的 這個所謂的連署的高峰期 這幾天當然我們全台灣 都有造市活動 所以傑明也會到各個地方去造市 那我前陣子去替鳳山小金剛 就是 他叫鳳山小金剛 其實他造市 那我造市走出來的時候 到火車站走路大概是10分鐘 到鳳山火車站 我走路上被兩人攔下來 我是戴帽子 我想說戴帽子才被認出來 你傑明喔 你這樣就很客氣 接到東美條 我帥韓國瑜 我帥個幾天 就歐解的就是他投票了 因為他說他是民進黨支持者 但是他投很韓國瑜 他覺得很難過 接著沒多久 就是我在那邊經過的 就是一個賣蔥油餅的 他在忙的時候突然又看到我 我本來是要想買蔥油餅 結果他被看到 他就說 你忘記了嗎 你來家告這個造市 我說對 韓國瑜不行 他有侯應不掉 他說我們那時候這一區的地方 因為鳳山造市很成功 那一區人都投韓國瑜 基本每個人都非常生氣韓國瑜 我要這麼說就來 韓國瑜做這個動作 絕對是錯了 因為原本也許人 並不見得都會上街頭 高雄是這樣子 好啦 有人上街頭 我們就去看 但是如果今天 我們要表達我們怒氣的時候 你找別人就從外面 六人來 因為現在已經有證明 所有資料顯示 確實已經在外縣市 在招募有六百塊 可以做 等一下陳廷菲要告訴我們 這個已經有來了 你知道就高雄的眼光 是這樣想 我們高雄不見得會 讓人來遊行 這是有關閣熊的事情 我們高雄人自己處理 但是你如果 我們又來高雄人 交親近朋友 附近台南 大家來照庭歡樂一下 也是有可能 你怎麼去阻止外建設人 進入高雄 但是高雄人基本上 這個事情是問題的 如果以前是我們高雄的鄉親 可能北漂我們歡迎一起來 對 高雄就是我不一定要落人 就是我們自己把這事情做好 因為現在已經是叫做光復高雄 光復高雄 這個時代革命 這已經在各個地方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自己發動 我們對高雄人表達我們的關注 我們對韓國瑜 你繞跑這件事我們表達關注 這是我們高雄人本來 就應該發表訊息 好了 重點來了 你如果今天繞人來 而且一堆外面的人進來的時候 對不起 這件事我相信 今天韓國瑜做錯事情 他這麼大篇幅做這個事情 錯了 這件出來之後 在媒體裡面一定會口耳下 兩個遊戲強風 他搶聲民進黨 不要去載人 我問一件事情 公民歌草運動跟WeCare 完全是高雄個體 自己發展的一個活動 裡面沒有民進黨下去做任何事情 只有台灣基進黨比較積極 所以就是說這個圖出來 還有每個報紙都出來的時候 對不起 以高雄人的個性是 我沒有老人來 是你老人來 來來來 所以陳定妃 他說你不能去二千次 去遊覽車去載人 他們自己對於挺韓的遊行 他們也是克制嗎 我實在是在這幾天 好多的民眾 尤其聽了韓國語說 民進黨你不能用遊覽車載人 民進黨你不能用什麼雙煮菜便當 結果呢 好多人傳了很多訊息給我說 委員 我的港人 韓國語真的會說一筒做一筒 你看他們所有的團體全部都在動完 在那個賣的群組都叫大家要報名 報名什麼我先給大家看看 我們看到這個協會的通報 是什麼協會 中華民國退休警察總會 他們開始在落狼了喔 怎麼落狼 他說十二月二十一號是韓國進雪辦公室 定於十二月二十一號 駕本市高雄市舉辦高雄光榮週年慶大遊行 遊行時地為中午一時十一分 對跟大家講就是有協會的背心穿背心 沒有的呢就是舒適的服裝 然後帶協會的帽子 然後呢 依照韓伴的穿著 藍 紅 白的國旗色以外衣 然後並攜帶小國旗 所以很清楚他已經告知你了 那一天要參加的所有的人 就是國旗裝拿著小國旗 所以你看好不好辨識 你說的很多的衝突 這個是什麼辨識 這是自己的人 不需要上海 但是穿這個人 你可以去頂擔嗎 是這樣的說法嗎 否則為什麼要去強調這個東西 嚇死人了 還有他們還有一個集合地點喔 這個是挺韓大遊行 凹子裡的公園 然後他們就在旁邊 所以這個很清楚 就是退警協會開始在撈廊 不只是退警協會在撈廊 我們看到信仁哥 有看到信仁哥嗎 韓國瑜大造勢 讓我們一起來改寫歷史 南部人悶太久了走出來吧 用行動來力挺中華民國 遊覽車報名處 六河路與中山路 信仁哥的茶攤 開始撈廊囉 這個撈廊我們看到喔 這個除了這個21號 他們還有29號 然後還有1月4號 所以信仁哥不只是在撈 21號的還有29號 還有1月4號 這也是在撈廊啊 信仁哥在撈廊啊 還不止喔 我們再來看誰在撈廊 已經動員到1月4號 1月4號了 而且最好笑的是 信仁哥已經把這個決戰 所有的地點都已經公布出來了 就是台北廠 那是最後一個超級星期六 對 超級星期六 然後呢人家問韓伴說 那你們這個超級星期六在哪裡 他說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可是人家信仁哥已經寫出來了啊 就是台北廠啊 結果信仁哥比韓伴哥更知道 說原來他們是在台北 要做這個最後的黃金州啊 所以我就覺得到底韓伴哥 不是 瑞瑞大哥 是不是韓伴不知道 為什麼信仁哥知道 為什麼 因為人家是什麼 五虎將還有什麼東西吧 五虎將可能知道的信息比較快吧 知答天聽的 對啊 楊老師你覺得呢 為什麼韓伴都答不出來 信仁哥說知道在哪裡啊 為什麼 韓伴都不知道耶 這一點我也不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多的這些的行程 不一定有韓伴單一來做確認 所以其實很多的譬如說 像我們辦一些青年座談會 或者什麼 各個都是先訂好 先把一個方向訂好 所以有可能信仁哥 他的重要性說真的 因為五虎將 五虎將其實在我們 不管是韓國或國民黨 大於韓伴 然後又大於黨中央 可能 可能信仁哥已經被 那會怎麼解釋呢 已經有接到通告了 可能信仁哥他已經在1月4號 就已經接到通告說 當天他要到現場 然後去從頭到尾 反正因為他是挺韓大將 反正罵民進黨他最厲害 挺韓國語可以把 這個黑的說成白的 所以他可能在1月4號 就已經被人家下了通告了 所以他可能知道 結果韓伴不知道 那不只是這個 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不只是退警協會 在開始烙攬 誰在烙攬 八百中市也來了 中區 中區關懷站 中區 不是高雄 是中區關懷站 大家看一下 敬愛的韓粉們 這個在哪裡 這個是台中市的 12月21號高雄挺韓 一日遊 這個韓國語不是說民進黨 你不要繞郎嗎 不要這個遊覽車 也不要雙主菜 人家是一日遊 用一日遊 這個早上七點半出發 然後這個 1點40進場挺韓 然後晚餐 有午餐有晚餐 吃兩餐 有午餐有晚餐 所以還有說 這個前排的900元 然後後排的850元 以上費用包含早 中 晚 三餐 所以人家是吃三餐 民進黨的雙主菜算什麼 人家是吃三餐 然後不只是這個 八百壯市在烙攬 台北庶民活動 也在烙攬 台北也在烙攬 不是不能用遊覽車 也是在烙攬 也是在烙攬 所以11月11月 以後挺韓的遊行看起來 人數也非常壯觀 我覺得他好像就是說 小君他就是 你高雄這個百韓 你們二餐不能來 但是我挺韓的 我就是要用二餐 來把你圍城 似乎是這個樣子 要把你的高雄包圍住 然後就是要拼牆 讓你看到說 我們這個韓粉不是好機會 是這個樣子嗎 我要提醒韓國瑜 你不要忘記了 你是高雄市長 你只是請假中的 今天高雄市發生任何一件事情 都跟你有關 發生任何一件衝突 都跟你有關 你不可能把責任推給中央 而且警察局局長 你要不要負責 高雄市的警察局局長 要不要負責 也要負責 還有現在的代理市長葉匡時 你要不要負責 不是你今天每一次都說 哇 反正我把責任都推給中央 我現在請假中 不是請假中 自然就不是你的事 而且都是全部台北庶民活動 這個活動的公告 也是在烙廊 也是一樣 午餐便當 所以我們看到這整個 來 這韓家軍 我們韓家軍看到 這個高雄挺韓的遊行 12月21號 這個很清楚 所有的人都在落廊 我桃園下去拉滿車五人 請大家找朋友 12月21號不見不散 桃園下去拉滿車五人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台中桃園 台北全部在總動員 那我覺得我今天反而再聽一次 韓國瑜的記者會 我覺得很噁心 為什麼很噁心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而且從來沒有一個活動 是由你這個候選人親自召開 任何一個活動候選人親自召開 叫對方 叫所謂的這個主辦單位 不要落狼 然後呢 請各縣市的韓本 要來支持我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實在有損一個 有疼心有愛心的政治人物的風格 來 我再聽一下好不好 韓國瑜只准週刊放火 來 我們聽聽看 你說民進黨的罷免韓國瑜的行動 不可以從外縣市 透過遊覽車來載人 那自己呢 來 我們聽聽看 韓國瑜是怎麼說的 這次的挺韓 我們整個籌辦的單位 以及我們所有的幕僚區 都熱情地歡迎海內外好朋友來高雄 但是請記住帶著歡樂來 同時也要呼籲 所有罷韓的這些團體 千千萬萬不要用遊覽車帶外縣市的人來高雄 千千萬萬不要發雙煮菜的便當給外縣市來高雄 罷免高雄市場 外縣市的人用遊覽車拉來高雄 罷免高雄市場 本身來的人戶籍不在高雄 戶籍不在高雄 因為政治動員 把這些人用遊覽車拉來高雄 是嚴重侮辱高雄市人的致命 來 侮辱高雄人 來 楊老師 他說不能遊覽車來載人 他前面半段才講 沒有高雄市戶籍的那個臺北 全國內海內外的人 歡迎都來到高雄來挺他 然後下一句就講 沒有戶籍的高雄人 別來高雄罷免他 這雙重標準沒有比一句話裡面 一個句話連鬥點都還沒講完了 就有兩個矛盾 我覺得剛才瑞德講得很對的 其實真正的 我覺得最近這一個禮拜都是這樣 韓正營的主要幕僚 都已經拉回來做高雄保衛戰 已經不再打總統選戰了 已經根本放棄當選總統了 否則那麼認真的 現在避免雙殺就是了 對 現在避免雙殺 因為現在已經很明顯的 我感覺到 你看那個潘恆旭的那些臉書 他全部都在講高雄 PO的是高雄的政績啊 他講高雄的事情啊 全部這一個禮拜都是如此 緊急召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三立新聞台的群組 召開那個什麼 愛情摩天輪的記者會 對 全部都在 全部都在講高雄的 都在做高雄保衛戰 已經早就放棄總統大選了 因為他們太知道結果了 心中有數 他們真擔心 選完總統1月11號 過一個月就要面對現實 他就親到現在回去高雄也會 現在再告大也會 這就不知道了 他沒有落袍過 因為他們有一個 對不起高雄我沒有落袍 因為有一個仗勢 這是選罷法 罷免不容易過 對啊 所以他怕什麼 那不用怕 228萬的選民 你要有十分之一的連署 也就是二十幾萬的連署 要有四分之一的同意 將來要同時同意 換句話說要57萬票以上 要57萬票投同意票 罷免以 換句話說那天 那個指定的日期 到現在還不知道哪一天 那天還不見得是放假日了 如果是放假日 他也不見得是高雄市民 那麼踴躍有四分之一五 二分之一的人出於投票 不容易的 他有這麼一個把握 可他心裡還是心虛 害怕 害怕 因為高雄反韓的那個情緒 實在蠻高的 如果現在辦高雄選舉 從辦一次才一年 辦一次選舉成績派跟韓國瑜 我認為才韓國瑜输定了 只是罷免能不能過 我現在不見得有把握 因為看那天天氣是如何 或者很多很多種原因的 那要看客觀環境跟當時造勢 就是重點或者是韓國瑜的挺韓正義 拒不拒投票 這都是一個這個激起的一個問題嘛 所以在整個的問題裡面 我覺得真的要避免兩點了 第一點我在這裡呼籲 We care 等等 罷韓團體 對 要馬上設計避免衝突機制 這個不管是糾答隊啊 不管是各重要交通要道 高鐵站啊 捷運美麗島站啊 對 因為美麗島站是往北邊走 也就是他們 他們往北邊挺韓的那明城路啊 那天然後到自由路啊 明城自由路那一塊 那個恐怕北里島站或下一 都還可以啦 可是那個地方是個終點 往南邊走 就可以是去罷韓 往北邊走 很可能就是去挺韓的 所以第一個要有一個很具體的 而且要跟警方要聯繫 配合好所謂的避免衝突機制 因為不要讓挺韓的人 利用製造衝突 所以12月11號美班捷運進駐兩個警察 賀香實彈 我是希望有效啦 對 因為你要曉得這個捷運一塞滿啊 而且特警進駐 守住 那個警局人就被擠在中間 他也不太能移動 那個人一塞滿啊 尤其那個美麗島站是一個交叉站嘛 是一個可以轉運站 那個站 那個一擠上來就像台北捷運 大家都經過嘛 如果擠滿了 你在上面要移動也不是很容易了 所以 我只是說在下面 下面 在車站裡面 車槍裡面不見得了 可能有人在唱歌 你可以呼籲 前面我要出征 或者如何如何看口號 韓國瑜當選等等等等的 這些 所以我覺得 大家有個心理建設 尤其罷韓的人 那個心理建設 不要去理會 挺韓人的挑釁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衝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其實罷韓真正的概念 他在實踐 台灣真的很少見 現在已經有30萬連署 我沒見過有這麼多的連署過 在罷免案中30萬份 通常能夠5萬8萬的 對一個立法委員10萬份 已經很多了 而且10月份就已經達到 對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是建議 這些罷免的團體 一定要能夠穩住 不要讓那一天 成為一個好像對罵的機制 罷免是高雄人民的權利 高雄選民的權利 我能選你 我就能罷你 把那個神聖的意義提出來 你韓國瑜做美好 我就要罷免 你就這麼簡單 而不是今天好像要跟這一個 要跟什麼什麼對立 跟什麼黨對立或者如何 這些都不必要 所以我覺得12月21號 當然這個下下禮拜 對 這一點這個 我當然是希望這兩場 包括挺安 罷寒 都能夠和平落幕 那我相信全台灣那天 恐怕有數十萬人 雙邊加在一起 恐怕 數十萬人 雙方都超過十萬二十萬 是很容易的事情 楊老師你認為免不了跨縣市 跨縣市 會進駐到高雄市 台南屏東 那根本不要講了 你連台北 剛才不是停飛都在講 台北好多團體 都在號召了嘛 所以我相信那個 雙方陣營數十萬人 都不在少數 在散會的時候 多避免衝突 那個不要講 是 這一個在聚會的時候 我覺得雙方一定要 尤其罷免團體 呼籲要冷靜 是 表達出罷免的民主精神 即可不需要太多的 這一個政治的情緒在裡頭 停飛已經秀出 有這麼多的動員令 在FB 在各個平台當中 不斷的一直在流傳當中 那這真的是在回訪嗎 我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你為什麼要挑同一天 所以剛剛瑞德大哥說 你高雄市警察局 你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那對韓國瑜來講 更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你為什麼要挑同一天 你如果要展現你的氣勢的話 在前一天 你的動員令 蘇朗姆蘇丁 我在前一天或之後來辦 烘托那個氛圍都可以 就是在同一天 當然 一個挺韓大遊行 如果在北台灣跟南台灣的霸韓 相距有3.8公里 不至於像是嘉義民主勝地 這個噴水池 到了選前的決戰職業 那種尬場 不至於 可是你們出入了其他的地方 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一定會有互相 尬場的情形 你怎麼樣去避免呢 所以這一切的動作 韓國瑜做出的呼籲 張宇薩老師 真的正在進行回訪嗎 總統大選 知道翻轉很難 沒有希望了 所以大勢已去了 那因為高雄市政府今天也突然之間 我們的記者說 突然之間怎麼要召開一個記者會 叫做愛奇摩天輪進度說明會 他強調說已經有7家國外的廠商有興趣 其中有2家甚至提出了設計圖 原定在今年12月要公開招標 因為交通部一直沒有同意等等 這些東西都為了活防做準備嗎 可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我們來看政黨得票 首先這是在自由時報今天所公布的民調 如果依照自由時報今天所公布的民調 蔡英文過半已經達到了 51 這12月11號最新53.12 那你可以看出來雙方的差距非常大 韓國瑜來到15.4 自由時報算計出說 聽韓國瑜的話唯一支持蔡英文 就1.12% 實際上不是很多 可是在注意看這個政黨得票方面 民進黨36.94 國民黨17.44 不知道的34.7 如果我們看到政黨比例的部分呢 國民黨還真的蠻危險的喔 我們來看區域的支持度呢 民眾黨3.64 時代力量2.71 其他3.35 民眾黨跟時代力量在區域方面十分的接近 在政黨票的支持方面 來注意看政黨票的支持 第一名是民進黨 其次是15.21 可是呢緊追在後 有民眾黨的6.16 實在力量也有3.92 所以如果看到這一連串的數字所呈現的話 來怎麼樣看未來情勢的發展 的確要回房去購高雄 避免其實有可能會不會三殺 因為政黨票包括你的區域 不只不過半可能會慘跌 區域的部分現在被認為 我們看一下國民黨的部分區的立法委員 會不會為了防止三殺 那二殺的部分是不是已經確定 從國民黨我們看國民黨部分區的立委 曾明中 葉玉蘭 李桂敏 吳思懷 鄭立文 林文睿 你看這是六名 如果依照現在政黨得票率來講 廖宛如 翁崇軍 吳怡婷 陳以信 張玉梅 李德維 到底他的安全席次可能到哪裡 溫玉祥 吳敦義 姚老師已經認為 吳敦義擔任立委 似乎已經是非常非常難了 來 趙玉莎老師怎麼看這個態勢 我先說韓國瑜剛才所說的這個罷韓 只有高雄人才能參加 這個邏輯 代表是非常錯亂的 而且充分曝露他對民主 政治 公民 社會之下 人民集會結社的這個理解 是完完全全 幼稚且無知 我舉兩個例子好了 請問我要上街支持同治遊行 同治平權 或是所謂的彩虹旗多元成家方案 我一定要是同治身份嗎 這第一個簡單的問題嗎 第二個呢 我反對繼續興建核市 我反對非核家園 我家一定要住在共僚旁邊嗎 所以韓國瑜這種認知啊 基本上是邏輯荒謬跟錯亂的 第二個呢 We care的活動性質 跟挺韓的活動性質 又完全不一樣 在哪裡呢 到目前為止我所理解的 這個所謂的We care 都是自發性的 你有看到網路上啊 有人集結在台北啊 動員遊覽車 有嗎 沒有 若有事的話 這是什麼呢 挺霸函這一場活動 已經變成是一場全民的共識 我雖然不是高雄人 但是我鄙視韓國瑜這樣的 政治人物的言行 還有背信高雄選民的 這所惡劣的態度 挺韓呢 對不起 那叫做造勢動員 我姑且不論你的資金啊 是否有違反選霸法相關的內容 所以這兩個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嘛 再加上我剛才說的 他的邏輯啊 是有問題的 好 關鍵在哪裡呢 我認為到 我跟姚老師的看法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韓本有前科啊 去年We Care辦遊行 行為有通風 或者是呢 有造成喧嘩 或是呢 造成暴力攻擊的行為嗎 沒有 沒有 但是韓本去年在三三造勢玩 在公車上 咆哮 或是呢 大唱夜襲鬧場 或是呢 罵人去死 或者是呢 霸佔啊 夜市路口 跳鎖的館場舞 這都是誰 這都是韓粉 所以呢 這叫做賊的喊抓賊 人家沒有動員遊覽車 而且沒有所謂的吃便當走路攻 韓國瑜先扣人家帽子 然後呢 先說呢 別人會製造對立 我覺得這是最廉價 而且最窩窘的情緒勒索 跟道德綁架 為什麼他這樣做呢 我認為呢 他還是有兩個考量 第一個是呢 讓不能到高雄挺韓的其他韓本 覺得韓國瑜的同溫層還是如此的熱血沸騰 動員力還是很強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只要有發生不小心的衝突或衝撞 那麼韓國瑜陣營呢 又會先發自然告訴大家 誰才是這場活動和平的破壞者 因為嚴很大 裝被害人 永遠都是韓國瑜的特權 請問在今年的選舉以來的過程之中呢 進入選戰之後 哪個陣營的候選人老是喜歡呢 把被害人跟加害人的角色呢 給翻轉顛倒 都是韓國瑜嘛 好所以呢 他要演給其他不在現場的韓本看 因為特定電視台一定要 然後呢 又把那個畫面 兩種畫面 一 哇 人聲鼎沸啊 萬人空向啊 這個畫面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聲勢正好 民調啊 當然只是參考 一定 我打這個預防聲 說現在人一定超過40萬 他一定會做這樣不好 第二個 只要有衝突呢 他立刻說 韓本啊 是被攻擊的對象 那我們來想 他為什麼要12月21日 不就這樣子嗎 明明說 這三件最諷刺 南方崛起 榮耀高雄 周年慶 榮耀在哪 崛起在哪 而已啊 周年慶根本是12月25號 又不是12月21號 你挑戰的嘛 最後 保本啊 回防自己的根據地了 但是啊 越降操作 前面都還是告訴大家 我還在選舉的這條船上 這個韓國瑜的選舉機器啊 跟戰車啊 還是有在運轉 但是他巧妙的 且戰且走 回防高雄 這就是一個 沒有自信心的表現嘛 剛才很多的來賓都說過了 如果你今天呢 有所本 或者是呢 民調是領先的 高雄算什麼 就像陳偉文所說的嘛 陳偉文不是說 韓國瑜在高雄的任務 已經結束了嘛 對 他不是這麼說嗎 可以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高雄算什麼 好 我們就把這段影片 在網路上不斷的播放 那你就知道 好 昨天Google啊 最後兩件事情 昨天Google啊 這個公佈啊 今年熱搜最多的字啊 很多網友 就開始在哭售了 今年最熱搜的字叫做 我們與二的距離啦 他明明是個偶像劇 可是呢 年輕的網友告訴大家 對沒錯 因為呢 二號 我們是與二的距離 另外的是什麼呢 韓國瑜說 我又不是魔術師 對 又不能一夕之間 把高雄給變好 韓國瑜 韓市長 韓候選 你客氣了 你當然是魔術師啊 你一下子把自己變不見 再把自己啊 無聲無息的變回高雄 你不僅是魔術師 你還是最厲害的催眠大師 你可以把去年的高雄市民 虎的一愣一愣的 你可以把韓粉啊 搞到呢 對不起啊 向心力這麼強 最後你索性啊 也把自己催眠了嘛 告訴自己 民調不可信 所以韓國瑜啊 你不僅是魔術師 你還是催眠師 而且呢 你最擅長是什麼 轉移責任 謝哲 我不是說什麼叫 韓國瑜症候群嗎 唬爛謝哲 作秀裝備害人 也很大 從這個地方 今天明哥都已經記得了 也很大 從這個罷韓挺韓的爭議之中呢 他不過再把過去啊 所做過的伎倆啊 跟他所表演的所有的腳本啊 再拿出來演一次就好了嘛 結果是什麼呢 國民黨的選情被你拖垮 你自己選不上就算了 再加上呢 國民黨啊 主席跟你在選戰之中 吳敦義啊 黨中央跟你是離心離德 最後我必須要說的是啊 這是蔡振元啊 過去啊 浮選的戰績啦 我罰歸納成為叫做啊 一勝四敗 就只有1998年馬英九呢 是打選的 他是外交部兩次抗爭 他事前都不知道喔 是孫永權下指導令的喔 那我說現在國民黨的選戰 是由蔡振元進行戰術操作的 然後呢 媒體也都報導說啊 很多人不想接蔡副秘書長的通告 為什麼 因為過去的關鍵選戰啊 蔡振元從來沒贏過嘛 你只是越描越黑 你們都說我母雞才死小雞 我現在母雞選擇自立自強 回房去國外國雄 我何錯之友啊 這一場所謂的罷韓大遊行啦 罷韓大遊行 他的主體理論上 應該是要高雄人為主 可是我們的挺韓大遊行 挺韓是要選總統的 所以我們是全國性的一個人在 那個挺韓是全國一被選總統嘛 對啊 然後罷免是高雄嘛對不對 那人家要 誰要去參加關你什麼事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提出來 沒有一個 過去沒有一個人會站出來說 不要來 不要來 他講了一句話喔 希望韓國瑜市長 跟他的精神證能給我一個解釋 與法不合是哪個法 一二二一會呈現你們的狀況 是高雄人說了算 OK 呃 當人民最大的時候 就說這個民主當家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阻止外線市人去參與 這個人民的基本權利呢 持續鎖定心腦架 我們再會